要来学一学 别人是怎么上班的 如果你经常重复某个人的名字 他们会变得更喜欢你 滴滴热吧 我也要真的 支离破碎的死在台上 壮烈 有所有人都会认为 杨波是一匹黑马 他可能会淘汰蒙恩 还是会淘汰剑果 预测一下你们谁会赢 杨文吧 我觉得他就是正常人里面 比较邪的那种 我感觉我之前的工作经历 当中的领导和老板 不足以我支撑出一篇 绝美的吐槽老板的文章 然后来学一学 别人是怎么上班的 任何人都能有效沟通的 一百个心理小技巧 如果你经常重复某个人的名字 他们会变得更喜欢你 滴滴热吧 怎么可能呢 就胡说八道吗 这不是 谁的鞋尖朝向你 那么这个人可能喜欢你 他来的教杰对在了一起 想让朋友帮你拿东西的话 在谈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时 把东西交给他就行了 送的吗 现在当了大王之后 可以送电脑了 这也不好使 什么破玩意儿 你丝毫不好买 什么玩意儿 真是下班 这次搞得后续一直在磨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 快功输不了泄火 你陪哥们再干一个 对努力再来一次 要死也要真的支离破碎的死在台上 壮烈 搭档的话 最起码还得是一起生活过 哪怕一天 一半玩过 炒过大假 格格好 就是这一天都能完成了 咱俩来不及吵架 其实要是想完成我俩这个东西 得经过大量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 只能弄出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形式 这两个月我们用了我们的每一天 一直在磨 一直在改 一直在磨 一直在改 一个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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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 一天必须出一个梗 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看到见过柏杨他们表演 我们就特别期待他们现在会搞成什么样子 这一组有老兵 有今年的预备大王 还有一个X因素 杨博也很厉害 每一个梗都特别准 而且段子效果都很好 转变完风格以后 感觉整个人都由人变成神一样 工作那一组我肯定看好杨博恩 他确实跟去年比就是进步很大 然后更稳 王建国和张柏杨 虽然说他们突围赛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必须对于他们有一些敬畏之心 你不知道老人们会干出什么事情 就所有人都会认为杨博是一匹黑马 就是不知道他可能会淘汰蒙恩 还是会淘汰建国 老章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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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